大家好 又是我澳門科學館 《一週科學新聞》 在8月2日的時候 澳門正式進入了一個穩定期 大家都可以外出工作 日常如常的生活 但大家都應該感受到 正當你出門的時候 是不是感覺到一股熱狼呢? 其實我們上個星期也有講過 在歐洲的時候 很多地方也破了一個氣溫的紀錄 在8月2日也是我們穩定期的第一天的時候 西班牙的事發生 什麼事發生呢? 夏天中 最高的19度 夏天中 最高的27度 西國政府還表示 商店 文化場所 交通設施 都要遵守節能措施 外部照明設備晚間10點就關閉 並鼓勵公司部門遠距辦公 減少耗電 總理桑切斯更鼓勵上班族 非必要不打領帶 在法國 西班牙的鄰居的地方 法國也有一樣的措施 在一個禮拜之前發生了 是什麼來的呢? 我們來看看片 在熱浪影響下 巴黎及外省多個城市 自7月中旬以來 實施開空調不廠門的施政法規 如果開著空調 還電門大廠 將被罰款 法國政府計劃在全國範圍內 推廣這一做法 最高罰款可達750歐元 約5175元人民幣 法國說 開冷氣不關門 一樣罰錢 這是一個強硬有力的一個強制措施 我相信會帶來一個非常好的效果 在熱浪當前 大家可能都會喝一些冷的飲品 有一個牌子 大家都相信一定會見過的 就是雪碧 雪碧一定要想到的是什麼呢? 綠色的一個標誌的平身 對抗這個全球暖化 雪碧這間廠 亦都做了一個很重大的決定 是什麼呢? 它這個綠色的平 保持了60年 但是它在今年8月1日 亦都宣佈 將綠色的平 全部去轉成透明的玻璃瓶 為什麼呢? 因為綠色的玻璃瓶 它有一個PET含藥在裡面 這個物質是導致不能夠回收 和重新再做新的一個評級 所以這間雪碧的廠 宣佈 亦都是對於我們環保 是非常之有用的 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政策 我們也是非常鼓吹的 好了 既然一間飲品的公司 都對這個環保的政策這麼重視 有一件事 可能你平時都 即使是不飲雪碧 不飲可樂都沒有問題 但是有一件事 你必定會接觸到的是什麼呢? 就是充電線 我相信 無論你用哪一個品牌的牌子的電話 或者平板電腦 都一定會用到其中一條插頭 但是 因為太多不同的種類 其實 會對於每年 會造成很多電子產品的浪費 所以 歐盟2024年也規範了全部要統一規格 剩下哪一條留下呢? 沒錯 好了 制定回Type-C 我們只用Type-C 統一規格 至於蘋果的 Lightning 會怎樣去處理呢? 我們都拭目以待 然後 最後一件事 就是說 一些科技公司 除了這個情況 也有一件新的建議 不是宣佈 是甚麼來的呢? 包括Google 、Meta 、Amazon 和Microsoft 這些科技的巨頭 他們都做了一個建議 就是我們希望將這個潤廟是廢除的 我們看看 究竟是為甚麼或者是甚麼原因 and it really confuses computers I mean, just imagine you are a computer you have a very clear meaning of time you know that there are 24 hours a day 60 minutes in an hour and 60 seconds in one minute all neat and tidy 好了 以上就是我們今個星期 《一週科學新聞》的一個報導 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 我們下個星期《一週科學新聞》再見 Bye Bye